來,陳主委 蔡委員你好 請問主委,你個人有沒有部落格? 沒有 你個人有沒有臉書? 沒有 請教陳主委 在臉書跟部落格上面 有一個會員名字叫做蘇貞昌 你聽過沒有? 最近我比較忙 你認不認識蘇貞昌這個人? 蘇貞昌這個人,知道 他當過行政院長 現在正在參選台北市長 然後他在部落格裡面 有登了一則廣告 其實不算廣告,他自己的宣布 他怎麼說呢? 他說他現在齁 需要在台北市仁愛路的圓環 一個以前遠東百貨那一棟大樓 樓上有個看板 這個看板啊,需要四十萬元 來做廣告 然後他公開徵求股東 說他希望四十個股東一個一萬塊 讓他有足夠的資金 來登這個看板 然後他說 很明確喔 他說目擊完成了也會開股東大會 請問主委 有沒有違法 這個部分的話 如果是以這個經營事業為目的 然後去邀請公眾來參加 當然是屬於發行行為 但是呢,因為在我現在跟我這樣一個訊息 我其實我掌握不夠清楚 所以我可能還是要去了解一下 所以今天如果有任一個候選人說 我要在這大馬路上推廣告 插旗子 那我需要這個五十萬 我開始徵求股東 林德胡一萬塊 費用他一萬塊 來思寶一萬塊 我徵求股東 在座每一位女士先生 那徵求完成又開股東大會 可不可以 就是這個詳細的太陽 我們要了解一下 它到底是不是屬於政治領域要去規範的事情 還是屬於這一個 證券發行為規範的事情 我們還是深入去了解 才方便 才能夠答覆 以前你們相關單位吧 我們不只是你嘛 一個檢調單位齁 對於某一些 宣稱有土地 然後要切割 然後土地收募集資金了以後 說誒 這個證券化 成功來分給他們 你們通通用一堆違反什麼銀行法 違反什麼證券交易法 什麼法 就把這些人啊 移送法辦 那我現在很納悶啦 因為他是行政院長嗎 他幹過行政院 還是幹過台北市長 他開這種股東大會 你都還想個老半天 還不曉得有沒有合法不合法 會這麼複雜嗎 股東這兩個字從哪裡來的 請問主委 股東這兩個字從哪裡來 股東是啊 公司法裡面的 公司法 其實這樣子啦 這是商業上面一直經常用的用語啦 那譬如說我們如果 大家齁 大家齁合夥齁 去搞一個商號 其實也可以叫股東啦 所以他在觀念上面 他並不限於這個 商號也可以叫股東 那如果不是商號 就不能叫股東 我是說在通念上面 股東這個 這個用語的概念 其實比公司法裡股東的用語寬啊 那他們共同建立一個事業 就是去登一個廣告 這個廣告是蘇貞昌要競選台北市長 然後 這個前募集完成啊 他還宣稱要開股東大會 股東大會是什麼 是什麼東西 是商號股東大會 還是公司法登記股東大會 之外的可不可以稱股東大會 這個同樣的 剛剛提到就股東這兩個字的名字 股東在這童年上面 其實他範圍比較廣啊 所以他的太陽到底怎麼樣子 這其實還是必須要深入 就他的實際的情形去瞭解了 那實際情形到他的部落格上這樣寫啊 而且 那上合我人吧 我想齁 我想這個 今天這個蔡委員 讓我們了解這回 有這件事情嗎 其實至於說他的這種 要到底要怎麼樣對他的評價 還是要深入去瞭解 就是跟你們主管 沒有關係 這算不算公開募集 算喔 公開募集喔 他這個到底他是不是一個政治活動 還是說是屬於這個 募集設立某一種事業 這個事業是要登廣告 在忍耐錄圓環上面登廣告 這是募集資金的行為啊 還要開股東大會啊 什麼啊 視若無獨 事業 事業是一樣啦 事業其實他基本的前提是要負擔盈虧啦 而且以這個經營獲利為目的啦 所以這個部分到底是屬於政治 募集股東 徵求股東募集資金 然後開股東大會 只要不以盈利為目的 用別的比如說政治運動啦 社會運動啦 公益活動啦 通通可以 你先講好 如果以後不處罰了 我們就鼓勵大家 全部大家來開股東大會 只要不以盈利為目的 我們先講清楚喔 以後你金管院不可以抱怨喔 政績局要幫忙啦 好請李局長來 好不好主席 今天先講清楚喔 蘇貞昌可以 以後人人都可以喔 這地方還是有 沒有 這地方還是有政治領域的問題啦 因為政治領域其實是另外一塊 他有一些規範 所以政治領域的話 就可以公開募集資金 然後可以 可以 可以 徵求股東 可以開股東大會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是說 他是不是屬於政治領域的範疇 所以政治領域的範圍 有些法 有些這個制度 他是政治領域啊 那是不是一定適用這個 政見的這種管理的體制 其實這個地方真的是要深入去研究啦 因為基本上面 基本上面他就是 屬於 剛剛提到了嘛 其實他還是以候選的身份 現在算是候選的 他是在部落格上嘛 李局長你覺得嗎 我們去了解好了 你們了解一下 先講清楚 如果蘇貞昌可以齁 以後有人拷貝齁 各式各樣的股東大會 你們就不可以抱怨齁 也不可以隨便開罰單 隨便處罰人家齁 只要不以盈利為目的齁 我們去了解一下吧 今天哪一個 這個什麼慈善公益的齁 我明天改辦個慈善公益 我第一個徵求股東就是你喔 我們開始來推動這些股東大會喔 滿滿新鮮的啊 有人穿假裝的那個警察制服啊 警察就會去抓 現在有人假裝是股東 募集股東的資金 你們說我們不知道 有點奇怪啊 查一查 對不對 而且還部落格上登很很久喔 我們了解一下吧 還繼續了解一下 好 這個謝謝李局長 我再請教一下那個 這個主委齁齁 你最近金管內說 在部落格上推薦股票的什麼 是要處罰是吧 要看他有沒有那個 有沒有具有那個 那個什麼投資分析人員的資格 證券分析師的資格就可以 是不是 然後另外的話 他是不是受到那個證券分析的這些規範啊 依照這些規範來做吧 所以在部落格或臉書裡面發表股票分析 這個部分是不是請那個李局長來說明一下 這個部分就是我們在規範那個 頭部人員的那個言論的部分 原則上在國外媒體的話 公眾的場合的話 當然要證券分析師的資格才可以 那當然有些有些營業員他會去發表一些 有關股票方面的意見的部分 那個我們還是有一些規範 所以在部落格裡面 僅限你有股票分析師資格才可以談股票 也就是說你在公眾的媒體的話 部落格算不算 部落格算是公眾媒體 臉書算不算 對不特定的大眾的部分 臉書呢 公眾的媒體 媒體都算輸 就像報紙啊 或是電視啊 或是這些電子媒體 通通算 如果只要是不特定的大眾可以接觸到 都算 所以是只有證券分析師可以 對對 就是對發表的個股的這個部分 各股的看法 對 那沒有證券分析資格都不行 不行 不是說不行 就是說 如果是純粹是非我們投雇事業的這些營業人員 或是這些受雇人的話 基本上他如果沒有去招攬這些會員 或是證券公司 比如說什麼瑞展產經 也不是證券公司的呢 就是看他是不是屬於言論自由的範疇 就是說你不能借這個去招攬會員 招攬會員去直接或間接去招攬會員 或是收取直接間接報酬 那如果這個以外的像什麼瑞展產經公司 他還什麼評論股票都可以 對啊 如果他是沒有去直接間接受有報酬的話 那就是依大法官會議的解釋 他是說屬於是言論自由的範疇 所以你約束的範疇 只是證券從業人員 對 從業人員 從業人員以外這無所謂 那就是看他 是不是 如果有這種分析的話 是不是有直接間接招收會員 收取報酬 沒有招收會員就可以發表 就是看他有沒有收取報酬 直接間接收取報酬 如果有的話 就等於是在執行 投資顧問事業的業務 那如果沒有執照的話 就等於是地價頭顧 所以剛才那個盧秀委員講的 就是說 有些外國的寫報告 然後他隨便發表 媒體登一登 那只有雙手一攤 他都沒他的事一樣 他也不是證券從業人員 他搞不好什麼 那還是要看啦 就是說 純粹這個 他沒有收會員 對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你有沒有借這個消息 再草重股價 那是另外一個 操縱的問題 那是另外一件事 所以 你有這個事實 還要看看是不是 在市場上有操縱 如果有 那當然 不管你是任何人員 都會收到約束 那就把提簽清楚吧 好 謝謝 好 謝謝蔡委員 那個